本节课程主要演示垃圾堆叠操作效果,相关的功能代码已经在系统设计好了,我们可以直接运行。 在同一个局域网下,打开VNC远程登录软件,输入主板的IP地址、账户名以及密码,按Enter按键登录。 打开终端,关闭自启动的APP进程服务。 然后输入Rascore并运行。 在浏览器窗口输入主板的IP地址加端口号。 按Enter按键登录,找到垃圾堆叠的案例代码。 运行代码后,下方将会生成摄像头画面窗口以及相关的操作按钮。 按照叫称点击Position Model按钮。 观察地图黑色框是否完整地显示在摄像头视图框内。 如果没有,可以手动调节上方的机械臂关节滑动条。 然后点击Calibration Model按钮进入标定模式。 查看蓝色线与识别区域的黑色线是否重叠。 再点击Calibration OK按钮完成标定。 将带有垃圾图标的木块放置到摄像头视图框内。 注意带有文字的一侧需要正对着机械臂,否则将影响识别率。 点击Target Detection 按钮,查看识别效果。 如果识别效果不佳,可以调整下木块的位置。 待垃圾木块完全识别后。 点击Grab 按钮就可以看到分解效果了。 点击Grab 按钮 nos . 点击Grab 按钮 左马Kocs 3平 点击Grab 按钮が通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闭正在运行的程序 如果木块堆叠时出现了倒塌 我们可以找到系统内的圆码文件 按照之前的色块堆叠方法 检查哪一层出现位置偏移 然后找到对应的代码 修改前两项X和Y的坐标参数即可 本次课程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